三宿就是三宝 一定要认识清楚 徐佛一入门,心传授三规 这是刚刚入门的 传,传授给你 传授什么呢? 把佛法修学的纲领传授给你 纲领有三条,这叫三规 我不叫三规一,规是回归 一是依靠 我们以往迷惑颠倒 现在佛教给我们,我们从迷惑颠倒回来 这叫规,回归 以真实的智慧 以真正的正确 这叫做规一佛 我以佛了 佛是正者 佛是觉悟 佛是智慧 所以,我换一句话说 以前我对人对事对我 感情用识 感情是迷 现在我要理智做主 我不迷了 我用理性来判断 无论对人对事对我 都会做得恰到好处 圆圆满满 我有了依靠了 依靠自信者 依靠智慧 这叫规一佛 过去,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错误了 这个错误的就是迷恶 我现在从这些错误回过头来 回归 我要以正确的看法 正确的想法 正至正坚 这叫规一佛 所以佛是正至正坚 正而不邪 从邪之见回过头来 以正之见 第三个规一身 身代表清净 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我们从一切污染 精神的污染 心理的污染 思想的污染 间接的污染 甚至于现在连身体都污染 不得了啊 我们要远离这些污染 回归到清净 我们要清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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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清净 这叫鬼神 所以佛法修学 一入门来 就先把这个修行的 原则修行的纲领啊 传授给你 这叫做传授三规 所以三规大家也记住 第一个规一佛 第二个规一佛 第二个规一佛 正而不邪 第三个规一僧 静而不染 这叫三规 法师 只要是出家人 受过大戒 都可以啊 为大众啊 传授三规 传授三规 出家人给你传授 你接受之后 他给你做证明 你曾经受过三规 这问题是 你是不是真的受了三规呢 关键在此地 果然真的接受了 那从今而后 我的思想 言行动作 一定是 借不迷 正不邪 静不染 我是真正的三规弟子啊 那是佛的学生啊 受了三规 还是迷惑颠倒 还是邪知邪见 还是样样污染 那就错了了 好 这些事情 是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